什么样的婆婆算是好婆婆 我前段时间去天津录节目 录完节目就打车去高铁站 开车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我当时特别好奇 怎么这么大年纪的还开车 我怕她抄灵 我就问她 一问才知道 人家今年才54岁 正好路上堵车 我就跟这个大姐闲聊起来了 她跟我说 她退休快十年了 儿子前两年刚结完婚 她才能过她想要的生活 她特别喜欢开车 在家闲得没事 所以每天就得出来跑跑车 一来呢 做自己喜欢的事 自己超级开心 二来还可以赚点钱补贴儿子 她儿子结婚好几年了 宝宝今年三岁 是个可爱的女娃娃 但其实媳妇想要个儿子 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跟媳妇说 生女孩好啊 你看看你婆婆我 我生了个儿子 这辈子静忙着给她赚钱了 所以你看你生女儿多好啊 别像我这么辛苦 你看我头发都白了 我还不舍得花钱去染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 自个儿也笑了 我就又问她了 那您天天出来跑车 这孙子怎么办呢 她跟我说啊 她说自从生完孩子过后啊 儿子就跟媳妇商量好了 孩子出生过后 姥姥带 她不用管 她说一般人听到这话 肯定不乐意啊 这儿子怎么能这么说啊 但是她一想想她觉得挺好的 所以她就说 我会主动出钱 既然人家出力了 我就得出钱啊 我得量明我自己想法呀 不然女方家会不舒服 所以她就跟儿子讲啊 她说 人家姥姥给咱带孩子多好啊 她跟你媳妇好沟通 人家是娘娘 就算你媳妇耍耍脾气 人家妈会体谅 要是我这个做婆婆的说几句 还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挺好挺好挺好的 以后妈就多帮你补贴点钱 让你们日子更好过一点 她说完这些话 真的是做到了 每年大额费用她掏 孙子兴趣班 一年四万 每年生日聚餐她请 过年前她会单独给儿子 给儿媳妇大几千块钱 她还会跟媳妇说啊 你去买衣服吧 妈不会选 每年过年的时候 她还会给儿子媳妇一人 包个三千块钱红包 让他们开心开心 她就跟我说啊 儿媳妇不容易 想买妈买妈嘛 我对儿媳妇好 她就会对我儿子好 我们老两口这些钱 以后不都是我儿子的吗 我现在对他们好了 他们以后也会对我们好的 人啊都是知恩图报的 所以说到这儿 你们问我什么是好婆婆 我觉得这个大姐就是好婆婆 大姐最后还给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 人啊 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 心态就会好 日子就会好 所以好婆婆在我看来 就是能摆正位置和角色 正常地做一个长辈 把媳妇当家人看待 这就是一个好婆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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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